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影片名字叫做《东眠者》 故事一开始,北京有一个科考队正在进行爆破研究 随着冰川被炸开,一双穿着皮鞋的脚在冰川里显现出来 显然这个人已经在冰川里动了很久了 经过调查研究,科研队判断这个人应该是65年前一艘失事轮船上的游客 出于对死者的尊重,也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科研队将尸体用直升飞机预送回了国家 画面一转,这个国家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而发布会的内容震惊了世界 那个被动了65年的遇难者,在运送回国解冻之后居然神奇般的复活了 这个消息轰动了所有在场的记者 其中包括一对记者夫妻大壮和美丽 不一会儿大壮和美丽被叫去了实验室 因为经过DNA的对比,研究人员惊奇的发现 这个解冻者刚好就是美丽的爷爷 美丽怀着激动的心情站在了实验室的病床前 因为美丽自己天生貌美 美丽相信65年前自己的爷爷也应该是个俊美的男子 可眼前这个胡子拉差的解冻者瞬间让美丽有点承受不住 研究人员很快把爷爷的胡子给剪掉了 美丽拿出了一张爷爷年轻时候的照片 剪完胡子的爷爷果然和照片上一样的俊俏 此时的爷爷依然停留在25岁的样貌 科研队想把爷爷当成活化石留下来研究 而美丽却把爷爷偷走了 淘宝中他们还是被警察抓到 爷爷此时由于长时间的颠簸晕了过去 等再睁开眼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美丽 兴奋的爷爷竟开口叫了一句妈妈 美丽反应了好大一会儿才明白 爷爷可能把自己当做了太奶奶 看到了这种场面 科学家突然产生了一个新奇的想法 他们让美丽继续扮演爷爷的妈妈 而整个科研团队把小镇恢复成了65年前的样子 就连美丽的家也装修的和65年前一模一样 而大壮则扮演了太奶奶的丈夫 也就是爷爷的爸爸 没想到爷爷一看到大壮装扮的太爷爷就火得不得了 原来当初太爷爷出轨了 因此爷爷每天都在窜夺着自己的父母离婚 时间长了 大壮受不了了 他们找到科学家要求终止实验 结果嘛 当然是遭到了拒绝 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夫妻生活 大壮假扮成了美丽的追求者上门 虽然爷爷给自己找太爷爷的条件非常苛刻 不过还好大壮通过了考验 但这个时候大壮却又发现 爷爷居然看上了自己儿子的女朋友 这还能得了 就在爷爷拿着情出给自己的重村媳妇表白的时候 大壮冲上情去说出了事实的真相 并打开了电视机让爷爷看到底清晰是何年 这下子爷爷彻底呆住了 原来自己的父母早死了 现在的爸爸竟然是自己的孙子 可更没想到的是 大壮的儿媳妇居然真的看上了爷爷 决定和爷爷双宿双飞 这把大壮气得对自己进行了